下面我们来学习超声诊断 超声诊断 助理师不要去掌握 职业医师也很简单 只要你能够看出超声底下这是个什么器官 那么基本上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请大家给大纲要求 被盗 假如看到这个肝脏 它只有一种疾病肝硬化 假如看到这个胆量 它只有两种疾病 急性胆量炎胆成结石 假如看到这个肾脏形状 它只有个肾结石 所以看到什么器官了 基本上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字题 它说男性女性35岁 这个病人已肝病死 辅障又上午不死两个月 脾巢结果如下 诊断为什么 大家这样一看都知道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个肝脏的形态 是不是 整个这个肝脏的形态 因为它是三性扫描 三性扫描 所以说我们应该探头 探头的远方就越来越大 探头的近方就越来越小 所以你看看 它是个扇形 这肝脏扇形 好大家看看 这个黑黑的是什么东西 看形状都知道吗 这个胆囊 胆囊里面装的液体 所以要液性暗躯 比朝底下 所以这一看就很多很多胆质 充映着胆囊 所以它是黑的 好了这一看 这整个这个大的部分 那么就是个肝脏 肝脏只有一种病 那就肝叶化 所以这个题 答案它就出来了就病 所以像这种题 大家只要在比朝底下 看着它是个什么大致形状 就OK了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题 患者女性五十岁 见得又伤我隐痛 半年比朝整到什么 大家看 一看 这是个什么 它是正中央的 肯定个正中央的 它是描述这种器官的 就是这个病根在这 它肯定在这 四眼正中央 大家看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个胆囊 这个胆囊 这个黑的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 这胆囊里面的胆质 胆质在比朝底下 是液性暗躯 所以说它叫液性暗躯 液体产生的暗躯 叫做液性暗躯 好了 大家最亮的地方是什么 大家看 这个最亮的地方 最亮的地方 哎 这是回生增强 这叫做我们说 胆囊结实 导致的回生增强 是不是 后半生意 像尾巴一样的 在这回生增强的后面 一个阴影 那么这叫后半生意 因此胆囊结实就是 胆囊里面有一个高回生增强 回生增强 后半阴影 这就是后半阴影 也就是说 它朝生波从这边照来 碰到胆囊 胆囊这个密度很高 就把它朝人返回去了 它后边呢 后面就像个 太阳照到这个树上 树底下就是个阴 作为这个树阴 就是后半生意 这个树干 就把这个太阳挡回去 那么这个回生增强 就这个道理 所以大家就给我看到 胆囊里面高回生增强 后半生意 这就是胆囊 你假如改变体位 有个胆囊结实 可以在胆囊里面动 滚动 所以大家说 改变体位 那么这个 回生可以是什么 相应的改变 通过改变体位而改变 所以这就是什么 胆囊结实 好了 大家注意 胆囊结实 跟肝囊化 究竟有什么差别 有一部分都是肝脏 那我看 肝囊化里面 肝囊有很多 很多这种结结 点点点的结结 因为肝囊化 显化嘛 显化之后 它有结结嘛 而纯粹的胆囊结实 没有肝囊化 肝囊很漂亮 你看 没有结结 是不是 胆囊周围就是肝囊 它没有结结 所以你这样 你就给它知道了 这两边都有 你看 都有胆囊 这个里面 没有高回生区 没有胆囊结实 因为它重点是肝囊化 而这个呢 这个里面有胆囊结实 所以它有高回生 后半生意 因此这样 这个题 就即是考你肝囊化 还是考你胆囊结实 就把它区分开来了 这样就给它区分开来了 你们在考试之后 就这样区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题 女于35岁 这个病人又腰部绞通半个月 半日也学掉 通过这个题 简单的体干 你都知道 它要考虑什么东西 考虑结实吗 肾结实吗 只有一个命名 是不是肾结实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D 当然了 你假如想看 看不看得出来 可以看出来 你看看 这是不是肾囊形状 这 嗯 这肾囊形状 好了 这左边的 右边的这个 就更点心了 你看 肾章里面 当 当 当 这些高分身区 这些高分身区 这就是什么 这些石头的 石头的强灰身 石头的强灰身 哎 你看它后面 还有什么 哎 这些音 这些后半身医 好了 大家注意到 你说这黑黑的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圣基水 圣基水道是圣基水 所以它是夜性暗去 好了 这一个证明什么说的 这就是圣基水 所以你只要看出 大概是什么形状 什么器官 基本上 解惑这个 简单的病死 都把这个体验搞定了 一般来说 都不会错到哪里去 因为那最多 就考虑一个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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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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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